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萌妹子 第二种你就不知道 第二种也知道 女汉子 哦 蟑螂 晚饭又着落了 第三种你不知道 三种也知道 萌妹子 家女汉子 嗯 啊 蟑螂 老公 啪啪 蟑螂 啪啪 老公 蟑螂 啪啪 老公 我叫你了 你没听见的 过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给吃了 你给吃了 来 我还给吃了 我都不挑食是吗 塑造这人物吗 那你塑造的太细致了 我对象就这样的 你会演这个你别骄傲 是吗 你跟我比不了 你怎么了 我这个人不光观察 我还研究 是吗 我研究很多高深的课题 你都听不懂啊 是不是能吓死你 那些高深发题 能个的能个的 那是很深啊 你有病吧 研究什么呀 你在这显摆 研的东西可多了 就说最近啊 最近 最近 我就专门研究这个 研究 女人 难以理解 怎么了 研究什么 女人啊 这就是臭流氓 我研究女人 我是说模样吗 我都不好意思 说这词的 你研究女人干嘛呀 有这么句话说的好吗 女人是男人 一辈子研究的课题 哎呀 你给这个猥琐的课题 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通过我研究 我还发现 女孩 女孩 和男孩 和男孩 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多新鲜的 多新鲜的 我19岁就知道 男孩 女孩 不一样了 还用你研究吗 我说的是啊 性格不同 性格怎么不一样呢 你看 男孩的性格是理性的 女孩的性格是感性的 男孩们一起聊天 跟着女孩们一起聊天 不同的特点 不不 这女孩聊天 什么特点 女孩聊天 越聊话越多 越聊话越密 越聊越热闹 这聊天的话题 还转移的特别快 这是女孩 你这么说 我不理解 对 咱俩给大伙表演一下 在那儿学学啊 扮演两个小女孩 设立一个场景 什么场景呢 你刚理完发 在屋里坐着 我正休息呢 我是您的室友 外边进来 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来聊聊天 对 学女孩能学吗 学出来比你妹气 二狗子 理发了 刚剪的 你觉得怎么样啊 大秃子 这都是女孩的名吗 我看你五行缺头发 剪的好看 我不是特别满意 哪不好 你看 跟煎饼果子似的 这都剪秃了 哎呦喂 二狗子 你怎么这么说话 哪有这么好看的 煎饼果子呀 哎 一会儿我男朋友 带我看见眼儿去 哎呦喂 你男朋友 对你给我真好 你男朋友 对你也不错呀 哼 我男朋友 对我一点都不好 怎么了 我男朋友 要有你男朋友 对我一半好 我就知足了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你男朋友 对你挺好的 对我不好 上次你生命 他也陪你去医院了呢 哎你别提那事 怎么了 我男朋友 跟个白痴一样 对对对 他就是跟白痴一样的 你男朋友 才白痴呢 你男朋友 白痴 你男朋友 白痴 你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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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 我手机响了 男朋友 来见我了 赶紧走了 拜拜 拜拜 不是你至于吗 这是恶心 这是表演 女孩是这样 男孩不一样 再来来男孩 这回相同的场景 我李丸发在屋里 你从外边进来 我从外边回来 简单粗暴 学男孩能学吗 我试试吧 行 我知道咱们俩 都会学男孩 有简单粗暴了 怎么样 是一样 滚蛋 这是男孩 特别的粗暴 也太粗暴 我以为蹬掉了 那简单 行行行 过来过来 这就是为了 给大伙表演 表演 通过这表演呢 就都看出来了 这男孩和女孩的 性格不一样 所以啊 男孩啊 包容忍让女孩 少一些不耐烦 女孩呢 体贴照顾男孩 少一些虎脚蛮缠 这样两个人在一起 才特别的和谐 不不不 这是我研究之后啊 不不不不 我不敢苟同啊 我觉得既然两个人 已经在一起了 就没有必要为了对方 改变自己什么 就因为拿真实的性格 跟对方相处 你知道吗 你这么说容易吵架 吵不了 那咱俩再表演一回 那学去呗 这回你扮演女孩 我还来女孩 刚理完发在屋里 我是您的男朋友 外边进来 跟您产生一个对话 怎么能吵起来呢 这个 要媳妇理发了啊 哼 讨厌 谁你媳妇 你觉得我剪怎么样啊 他们说挺好看的 我不是特别满意 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 这都剪秃了 哎 你别抽烟 你别抽烟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你觉得怎么样啊 啊 还行 哼 你敷衍我 你敷衍我 敷衍我 敷衍我 什么叫还行 你都没有仔细看看人家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你觉得怎么样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吧 哎 国足又输球了 董建春 我在你心里 还比不过足球是吗 董建春 我还没有足球重要是吗 董建春 你该做出决定了 足球还是我 你犹豫了 我真的 董建春 我真没有想到 你竟然说出 这么过分的话来 我说什么了 你不爱我了 我爱你 你不爱我了 我爱你 你就是不爱我了 我真的爱你 我明天不吃饭了 我去把你经理打一顿 你打我经理干嘛呀 你果然不爱我了 你都不 我为什么不吃饭 你干嘛呀 这是什么国籍呀 这是 你为什么 你干嘛呀 你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为什么变了 你解释解释 你解释解释 好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家里没弯带了 不是 你干嘛 我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以前还会唱歌给我听呢 你现在都不唱歌给我听 你都不哄我开心了 我现在身体不舒服 你不能气我 你一气我 我就被大毒树包围 那我就要使难 你知道吗 你别拟我的 讨厌是你呢 那男人都搞不住 我就知道 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理理我呀你 你不不让我理你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别理我了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现在特别讨厌你 也不想理你 但是你得一直理我 哄我 安慰我 知道我不生气了为止 然后你亲手给我做 我最喜欢吃的咖喱鸡 冰凡土豆花 天成小桃仙的样子 然后拿手机照下来 啪到朋友圈上 让人家炫耀 让大家明白 你多爱我 我是这个意思 我真不想理你了 你怎么不理我呀 我就是爱你 你干嘛 你还跟我说话 你还认识我吗 你还记得 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小光老